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能业 那么中国呀 可以说最近有一个事情呢 非常引全球的关注 就是中国呀 会入境者建了一个5000个房间的隔离中心 这个可能是许多类似隔离中心的第一个 后面可能还会建很多 那么这个隔离中心呢 主要就是为了建 那么这个隔离中心呢 主要就是为了安顿隔离从境外回来的人 这个事情可以说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 说到控制新冠疫情呢 好像很少有国家像中国做的这么极端 现在的不少国家都在重新开放边界 并且了慢慢的放松了这个疫情的防控 比如说你像北欧的丹麦等的一些国家 基本上慢慢都开始放开了 就是不用一些防控措施 不戴口罩了 都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的社会 美国11月份呢 也要慢慢放开国际游客的进入 只要你是打了疫苗 都可以到美国来 而中国正好是逆势而行相反了 中国是继续执行它的灵感染的政策 可以说和闭关锁国的国策 基本上天衣无缝酒结合起来了 最新的例子就是一个有5000个房间的入境游客的隔离中心 将于几天之后了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开放 中国目前呢 我看入境呢 基本上就在这几个大城市 一个就是华南的广州 华东的上海 华北的天津 这几个大城市接待的境外的飞机落地比较多 我们一直听说呀 中国要在广州建一个这样的隔离中心 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是现在好了 这个超级大型的隔离中心呢 这么快就建好了 官方美其名曰呢 说是隔离中心 那么就像新疆的集中营美化城培训中心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套路 在我看来 广州的这个超级大型的隔离中心呢 可能就是一个审核监控入境者的一个超级大型的隔离带 那么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呢 它是位于广州的郊区 由一排排三层楼的房子走成的 有着中国传统风格的灰色的屋顶 面积了相当于46个足球场这么大呀 看起来很宏大 就像当初武汉的雷神山火神山一样 那么中国官方又开始吹嘘 说什么中国速度 说整个中心从无到有 密室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 说中国建设的速度很快 他将取代位于广州各地的指定的一些隔离酒店 那么这个举措呢 他的目的官方说是为了减少居民接触到输入的病例 保证中国人的安全 入境游客将乘坐巴士 直接从机场呢就转移到这里 之后呢 在各自的房间里呆上至少两个星期 那么现在广州的隔离时间呢 已经增加到了21天 可以说一般人呢 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受不了 基本上21天呢 相当于一个月就快过去了 每个房间的墙壁上呢 都配备整合了一键呼叫 快速测温等等功能的智能面板 一日散餐呢 是由机器人送达 这些安排呢 都是为了尽量的减少与工作人员的直接的接触 这是说的广州新建的隔离中间内部的一些装饰和设备 在全世界开始社交正常化的今天呢 我们看一下中国还在搞这种生化危机版本之下的 非常可笑的清零政策 所以未来啊 我觉得中国必然是全世界 其他国家都开始重新全球化成为一体 而中国呢就成为晚清之前的那种孤岛状态 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这个趋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外国 就是变成这样一种状态 广州国际健康驿站呢 是中国的第一个这种类型的隔离中心 中国的专家们呢 又开始呼吁了 又开始美化了 说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对新冠的毫不妥协的 您容忍的政策 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健康驿站 那我们估计一下 除了广州啊 未来几大入境的主要落脚地啊 你像深圳上海天津或者是北京呢 都可能会纷纷建这种超大的隔离中心的 目前就我知道啊 离广州一个小时车程的制造中心 东莞也在修建这种所谓的什么国际健康驿站 再往南边呢 你像科技中心深圳也在修建这种类似的设施 就是这种健康隔离驿站 一方面呢 可以起到所谓的亲临作用 防止中国人和国外回来的人接触 防止感染 另一方面呢 可以让境外啊 让他们这些回来的人呢 掏不少的钱 支付食俗费 检测费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这些钱呢 如其让酒店赚 还不如让国家建设的隔离中心来赚 未来沿海的出口企业啊 倒变了没关系 房地产破产呢 也没有关系 隔离和核酸 这两个产业可以说 将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 大家看看现在中国的疫苗公司 核酸这一块赚了多少钱 对不对 有人可能认为了中国这种隔离呢 只是临时性的措施 那么我看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它不是临时性的 我感觉会是永久会存在下去 中国领导人呢 他认为啊 疫情还会持续 中国将继续严格的控制其边界 那么这种隔离中心呢 其实和之前的中越的边界 中面边界的高压智能电网啊 它的基本功能呢 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将中国的国门圈起来 可以说就是闭关锁国 都是为了将国门永久封闭起来 你美国再强大啊 我顶多关起门来 和你老死不相往来可以吧 有墙内14亿个韭菜在啊 我们的江山可以再保70年 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那么现在中国呢 可能因为外汇储备的紧张 优先是购买粮食 所以没钱买煤来发电 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的量蓝 捉襟尽州了 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都能过一年 那么中国人一年不用电 只点蜡烛 我觉得也是能熬得过去的 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对不对 目前呢中国对多数外国人关闭边界 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8个月 那些获准入境的人数呢 都是少数啊 以及回中国的公民 中国的公民都是必须接受至少两周强制性的酒店隔离 然后呢 再接受至少一周的集中隔离 或者是居家隔离 所以现在海外的华人呢 没有紧要的事情 基本上是避免回中国的 招惹麻烦 毕竟呢 一回国要隔离21天 时间成本是巨大的 还要花不少的钱 我有个朋友呢 在赶回去 赶回中国去办事 现在是后悔不迭啊 回去了快20天还在隔离 21天才隔离完 正好赶上广州的这种新政策 之前好像是隔离14天 居家隔离7天 现在好像要在酒店里面隔离21天 基本上隔离疯了 而因为孟晚舟事件呢 可以说中国的人质外交 现在在全球啊 已经是臭名昭著 不少外国人呢 也是谈中国色变 我看很多国外的朋友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子 说身边的外国人呢 都说不会回中国 担心变成人质 那么不要说去中国了 就算你不去中国 你在国外 很多时候都能感受到 中国政府的威胁 中共的威胁 我的父母之前呢 被国安找上门啊 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呢 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啊 是加拿大一家媒体 报道出来的 说有一个加拿大的 中国留学生 在推特上 他只有两个粉丝啊 那么他用这个推特 是转载了批评 中国的一篇文章 结果呢 被国安就找上了 他们老家的门啊 然后国安呢 就威胁他的父亲 说让他要删掉推文 而且国安还在微信上 都找到了他呀 让他不要乱说话 所以他很害怕 赶紧就把这个 转载的帖子就删除了 这个事情在加拿大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之前中国的官媒 一直说呀 祖国强大 就没有人可以欺负咱们了 是你强大的后盾 对不对 都是这种话 那么现在看来啊 祖国强大了 就可以长臂管辖他们了 他们的目标啊 不仅是控制国内的所有人 而且还要控制境外的所有华人 甚至是控制一些外国人 让他们全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韭菜 我觉得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西方碎禁中共可以说是40年了 基本上现在是养护为患 自食其国啊 今天中国的官方说了 冬奥会不对境外的观众出售门票 那么这个消息在国际上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然给出的理由啊 说是疫情很严重 担心外国人进来了 让中国疫情失控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啊 国际上一些国家 以及大量的组织啊 在抵制中国的冬奥会 让外国人对此啊 也不感兴趣 还有呢 就是中国的人质外交事件 也让别人是谈中国色变 能不去尽量就不去 担心成为人质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之下呢 当然中国冬奥会的门票也没有外国人愿意去买 对不对 所以为了避免尴尬 我觉得啊 可能中共政府干脆就说 不对外国人售票 再说外国人到中国还要隔你21天呢 也许别人刚隔你完 隔你还没完 你冬奥会就举办完了 对不对 去干什么呢 为广州的隔你中心做慈善吗 所以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我的解释是这样的 说到深圳的隔你中心监控外国人呢 我这里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很多网友也是在反映 说建议我讲一下 那么这里我就说一下 那么国内这两年呢 在铺天盖地的推广这种所谓的什么防诈骗的软件 我不知道大家碰到了没有 有没有人向你们推广 有些地方呢 把这个打疫苗和这个防诈骗软件的安装 是联系起来一起捆绑 还有的是学校强制家长安装 不安装呢 就给学生施加压力搞这样的事情 还有的是公共场所志愿者来引导你装 还有的是区额会的人员 社区的人员以及民警上门呢 要求你装 可以说是软硬兼施啊 基本上就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为了推广这样一个所谓的防诈骗的软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深圳网友 他发了个帖子 其实说的比较清楚 他说这个APP的深圳是前几个月 就开始强制推广了 不下载是不能住酒店 不下载不能进村 上沙新州下沙这些地方呢 基本上都在强制推行 下载完以后呢 还得注册 获取手机的最高的权限 开通一个所谓的防诈骗的功能 基本上你就把你的手机的监控权就交出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网友说了 一个防诈骗APP能强制安装手机 上班的第一时间呢 要打开手机给门口的保安来查看 上班期间呢 公安派出所联合到他上班的地点呢 来强制检查每个人手机里面有没有安装 这个东西真的只是为了防诈骗吗 还是说为了强化对全民的一个监控 这是这个网友的一个质疑啊 他发帖子啊 就是质疑这样一个事情 很明显呢 就是强化对老百姓的监控的 对不对 毋庸置疑 我看了有好多网友基本上都发帖 说在安装上了这个防诈骗软件之后啊 信息就被泄露了 警察了随后就找上门来提醒他 让人感到啊 这个警察比骗子是更恐怖 一个余网友就信 让人感到啊 警察比骗子是更恐怖啊 一个女网友就现身说吧 他说他确实接到了一个诈骗的电话 他当时呢就知道是诈骗 所以抱着开玩笑的态度来逗一下骗子 结果呢 这边的电话刚挂 那边警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警察就直接说出他的姓名 住址所有的信息啊 就说你刚才接了一个诈骗的电话 你知不知道 你要注意安全 就这样警告他知道吗 所以这个举动呢 把他反而是吓了一跳 骗子没有吓到他 这个警察的这个举动反而吓到他了 为什么警察知道有骗子给他打电话 很显然呢 他的手机在安装了反诈骗的APP软件之后啊 他的手机可以说已经被监控了 警察能掌握他手机上的一切动态 你看了什么网站 买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一目了然了 今天我看到一个网友 他流浪了多少次那个网站 结果被警察发来短信来警告他 你说他的手机是不是被监控了 也许了在删除了这种APP之后啊 这种监控的功能还是会留在你的手机里 你删斗上不掉的 你会有后门的 那么这就是中国实现1984社会的重要一环 想起来也是非常恐怖啊 现在在中国半个银行卡呀 都要你搞什么人脸识别 有必要吗 对不对 他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 可以说个人的数据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强行的收集的 之前你像注册一个微信号 是不需要手机的一个邮箱一个可口号都可以 现在全部要实名制的手机啊 这都是加强对国民监控的工具啊 前几天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啊 在音乐会的现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激吻了 后来说是通过人脸识别锁定了他的身份 把他的职位身份姓名 基本上全部都在网上公布出来了 想起来确实啊 也是非常可怕 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了 反正数据啊都被收集的差不多了 无所谓 那么我们想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抱着这种无所谓的态度 我觉得这才是非常可怕可悲的事情 反抗都没有 一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 也许这就是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顺民 对不对 反正呢 你都任命了 你都躺平了 那政府收割你 中共收割你 当然是没有商量了 你所当然的 之前呢 我给大家讲的一个女债主啊 说痛骂许家印是屌样骂她的娘 指着鼻子骂 那么今天爆出的消息啊 就是微信弊贫贫了 向恒大索赔的一些群组 因为恒大理财嘛 骗了很多人 所以很多受害者 组成一些群里面 商量向恒大施加压力讨债的一些策略 但是这些群组今天全部被弊贫了 微信 恒大欠了3000多亿美元的债务 投资者供应商购房者也是越来越不安 一些债主了就在微信 组群呢 来讨债 组织讨论针对恒大的抗议 或者是索赔信息 那么来自至少八个不同群组的八名用户 每个群组大约是500人 他们就表示说从星期二开始 本周二开始 他们被禁止向群组发出新消息 以后呢 抗议活动也将被禁止 可以看出微信的这种维护作畅的卢彩案 同样也可以看出恒大的危机其实并没有解除 还在下面按钮涌动了 虽然昨天呢 因为恒大出售了盛京银行的股份 获得了100个亿的资金 而收购方呢 是沈阳的一个地方国企 那么这里面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很多了 应该是溢价受购 有中国政府呢 就很大的意思 所以昨天市场情绪啊 比较康奋 恒大的股价是暴涨了40%多啊 恒大系列的股票在香港恒生市场上都大涨 那么带动港股也是逆势上涨 但是呢 一个要倒闭的巨人 难道因为有一根棍子暂时的支撑一下 他就不会倒下吗 当然不会 当初雷曼倒闭之前呢 也是一拨三折的 也曾经有过说要救雷曼 非常乐观的情绪的 但是最终呢 雷曼还是倒下了 昨天恒大的一笔数千万美元的债务到期啊 全世界都在等待恒大的兑付的消息 但是最终呢 恒大还是没有兑付 违约了 这是9月份呢 恒大的第二笔境外的债务违约 有人说 恒大不是刚卖了盛京银行100个亿的资产啊 为什么不还外债呢 也许恒大的策略就是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 先还内债 安抚国内的这种不安定的情绪 让外债却违约 外债还不上就还不上 对不对 你觉得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一寸构想 这样一种想法呢 让境外的一些西方投行啊 让你吃闷亏 让你去拖垮你 让你爆雷 就像自己啊 限电让出口商品涨价 对美国对世界输出通胀是一样的 可以说这个用心呢 也是非常险恶的 他们都是干得出来这种事情的 所以恒大的危机啊 我觉得是并没有缓解 恒大引爆外债的时候啊 才是恒大引爆全球债务危机的一个巅峰时刻 那么什么时候恒大的这种危机会达到一个高峰呢 我看了一下恒大在10月12日将有三笔美元债到期 合计啊 要支付利息高达1.5亿美元 而且在10月下旬还有另外的两笔美元债的到期 要支付债息了1.4亿美元左右 所以啊 如果不出意外啊 10月份我觉得才是恒大爆雷的一个高峰 到时候世界金融系统会做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应该是地动山摇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知道啊 这个海外的金融市场 包括海外的一些投行 一些其他的金融机构 对恒大的债务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今天呢 最新又爆出恒大的一个消息 就是高盛 他评估说恒大的负债啊 这个1.97万亿 仅仅是他的资产负债表之类的 而且恒大呢 可能在资产负债表之外 就是表外的负债啊 高达1万亿人民币 也就是1560亿美元 所以这样加起来 他估计啊 就说恒大的整体负债 可能就是1.97万亿 加上1万亿 等于2.97万亿 那么如果这个估算是属于真实的话 这个恒大的影响 这个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了 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其实一直以来呢 很多人都怀疑恒大还是隐瞒了负债 他除了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之外了 表外还有很多负债 那么我也是查了一下这个表外负债 它的定义和这个范围啊 基本上比如说像这种长期租赁 代销商品或者是售货回租 或者是补偿贸易 当然很大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是前面说的几个 应该都是包含的 可能会有 还有的像一些投资于子公司 或者附属公司进行这个债务转移 构建秘密的附属公司 相互抵押担保融资 债务重组 合资建议 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这种表外负债的范围 所以按照高盛的这种说法呢 恒大在表外的负债 如果高达一万亿的话 那么这又是一个惊天的大雷 所以恒大的情况远远超出了大家的估算 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黑天鹅事件 而继恒大和融创之后 这两天又有一家百强的房企是出问题了 这家房企是破产了 2021年9月26日 距离万科汉出去活下去正好是三年 房地产企业光耀集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称 惠州中院是裁定终止光耀集团重整的程序 并宣布光耀集团是破产 2002年光耀是在惠州成立 仅仅五年的时间就成为惠城区销售的冠军 其高周转的方式 一度让惠州本土的房企害怕不已 被称为惠州王 随后了光耀集团开始迅速的扩张 将总部搬入了深圳 并且在2011年到2013年 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的房地产百强企业 光耀也是惠州史上第一个晋升百强的房企 这件没有第二个 那么急速的扩张 让光耀很快也是遇到了资金危机 2014年公司的总负债就达到了上百亿 截止破产 债务总额达到了200多个亿 据估计 2019年就破产了 现在是正式的裁决 光耀暴雷之后为躲避债务和法院的财产追查 他的董事长叫郭耀明 是远走香港 法院甚至一度是悬赏160万 来协助光耀集团的董事长郭耀明归案 至今无人获得这笔悬赏 没有抓到 郭耀明也没有回来处理债务的问题 那么按照当下房地产环境以及光耀的处理 可以说曾经的百强房企董事长 可能只能一直流往海外 没有多少翻尘的机会 我觉得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的 在恒大暴雷之后 可以说任何一家房企都有破产倒闭的可能 包括像碧桂园万科融创 对不对 都不会让人意外的 我们现在就等很大的债务危局 看他怎么收场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都是看几页之后就半途而废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 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 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